第一法 应该双坐 夹复坐 或者是半夹复坐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靡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坐树就是坐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 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吃性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开始念这个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 啊 哦哦哦 日日浪里一一误呐 Powder svang zganocan dachant jzen naz burned gotta tam ada papah mama Marya ana a ی g Angst já how�� za ha cia o aho oo o, dirlo lyo i e o uwa wakangan ga ga ng zhus zhan ca chanta jzen na ta tank da na papah puedo ma 卻algoo yo xher hadsa ha cia o aho oo oo spirit urlo lyo i ee uwa 各汉加�搞成途因成다는吸引控的合途, 就算BC字 再挂着 останковcelà, 再挂褂子择抹й, 再挂やって... 和褂子择抹拔, 再挂着晒... 然后呢就是 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缠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索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什么叫十五念心呢 十五念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自己的亲人是很关心的 对怨敌一点都不关心 比如说我的亲人今天遇到一些麻烦 我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他 而我的怨敌如果遇到麻烦 我不但不帮助他 反而可能心里是乐者者的 改 活改 改这样了 今天遇到如何如何了 可能有这样 那这种心态存在我的相续当中 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呢 没有 当然我们凡夫人是完全从种子上面不能断的 但起码也是对任何一个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要具有帮助的心 我对亲朋好友不一定有特别的执著 而对怨敌也不能有特别的憎恨 意思就是说 对怨敌没有憎恨 对亲人没有贪欲 这两个完全都是平淡 这叫做十五念心 那么现在我们做不到 那现在我做不到 我通过修行来修 那么修的时候 首先我从观想的时候 一般自己的亲人在左边 然后怨敌在右边 就是这样观想 观想的时候 如果可能我的敌人坐在这儿 我的母亲坐在那里 我坐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面朝向母亲这边 我不愿意看敌人 可能很多人会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对他有意见 我对母亲有贪执 这样的 但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一定要这两个 同样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这样想 所有的众生 无始以来都是当过我的父亲 这一点是有丰富的教证 所以嘎顿派的很多高僧大德 先阿底峡尊者的七种教言 首先是 执母 念恩 报恩 这三种窍诀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我知道任何一个众生 都是当过我自己的父母 就是在前辈子的前辈 在整个世界当中 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 也有丰富的教证 刚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是有点不可能的事情 但实际上 我们不可能事情是非常多的 那这样之后 我要知道所有的众生 的的确确也是 当过我的母亲 有些是前世的母亲 有些是前世前世的父母 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有一点心里想不明白 就是想不通 但是你通过辩论 通过再三思维 逐渐逐渐 心里会拒纳的 一当过自己的父母 我为什么对他有意见 有嗔恨心 包括我们今生和前世的一些业缘 这个是 亲手的关系的的确确也是 不能决定的 我认为他是我的亲人 我应该对他很好 他是我的怨敌 其实怨敌经常变成亲人 亲人变成怨敌 我想我们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很多佛教当中 一切众生当过自己的母亲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情因素 自己所杀害的众生 自己的怨敌 应该都是自己的父母 就是前世 或者前世的前世 但是我们没有寿命中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通过很多的道理来 最后对亲人不生贪心 对怨敌不生嗔恨心 这两个基本上可以平起平坐 达到这样境界的时候 舍无量心修处了 其实我的我指 我们都可以扩大 我们现在是根本不行的 比如说我们比赛的时候 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比赛 那么我想 我这一家一定要战胜 我说 在你的家庭的范围当 如果村子与村子之间比赛 那么你的我说 进一步地扩大了 如果杭州和北京比赛 那么你的我指 在杭州这一块了 那么如果中国与美国比赛 那么你的我指 就是我们国家 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样 我们所谓的我指 一直跟着自己的执着去做的 如果我们真正去详细观察的时候 就是敌人也是我的 那么父母也是我的 这两个从道理上 完全是可以打平的 如果达了这样境界的时候 你看见敌人的时候 也不会对他有害心 看见那个亲人的时候 不会有贪 两个都是完全贪嗔 贫持 这就是十五秒心 一定要先修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 完全能达到这样是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定的困难的 但是逐渐逐渐 真的是 比如说你修了一段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这样以后很明显的效果 可以出现的 这是十五秒心的修法 或是等会等会 到这里的 可以 salut 凌亚 你修了一段时间的话 我也听说 你修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要再放开 或是私的借车一段时间 相当过是一段时间 你修了一段时间 由老少奶显的 솔직我的天租逐渐渐渐渐渐渐 本颈的 是 impose二者 非训终 і这么多 不仅 主要是对吗 本预吉那 их三人身划 这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个 可能是非有时间 是不及的 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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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自己的父母观在自己的前面先观一个众生 然后观平等的众生 一般普通的众生 然后这个范围就慢慢慢慢扩大 我的母亲如果真的在遭受痛苦多可怜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她的 然后这个观完了以后 我普通的对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众生观 然后我的原地这样 因为大众生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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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成了殊胜的庄稼 这一点这一点大家都会明白 这一点大家都会明白 所以这叫做大众生观看 要么你们实在是菩提心修得非常困难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慈悲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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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好基础之后 你就刚才所讲的那样 一定要修菩提心 愿众生 愿他离开痛苦 愿众生获得佛果 这是两种条件 光是我们看见今天众生很可怜 我要想帮助他 他是不是菩提心 也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菩提心的两种条件 就是要怨佛果 什么叫做怨佛果呢 这个众生将来 但愿他获得佛的果位 但愿他离开三极论会当中 所有的痛苦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为了 达到这样的目的 那么我心甘情愿 要做一切事情 所以我们佛陀的教王经 佛陀专门有一种教王经 那个教王经里面就是说 菩萨戒的学处 尤其是愿菩提心的学处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自他所作的一切善根 进行随喜 随喜之后回向 发愿 叫愿菩提心的学处 然后心菩提心 尽心尽力地 行持六度半性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当中 可能有些人 真的做不到 因此大家也不要认为 我这个境界很高 其实我们真正的 修菩提心 不要说生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大家都可能修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修 修菩提心的 哪怕是你一刹那间当中 或者说十分钟当中 你这样作禅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有些人每天都说 我要早上起来作禅 什么观想都观想不来 光是你这样 闭着眼睛没有用的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现在初学者最需要的 就是要修自他交换 修是要修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七种教言 这样的教言 你反反复修自相续当中 菩提心肯定会生起来 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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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